有這一對喝了酒的夫妻開車上路 經過路口的時候被警察攔了下來 老公自己知道自己喝酒嘛 錯在自己 但是呢 老婆呢 酒氣一上來 先大罵老公龜縮 接著又痛罵遠景不通人情 而且甚至 發起酒瘋來 跨坐在警車的車門車窗上面 對警察在那邊大小聲 這樣不送辦都不行吧 這對夫妻遭到警方攔茶 駕車的丈夫一開始還想說謊 但身上傳出濃濃的酒味 一宴酒測更高達0.49 遠景依法取締 但旁邊的妻子卻開始爆發 你怎麼這麼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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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成功 你怎麼沒有禮貌 是你沒有 是他 沒有禮貌 真的是你 你看我們還 罵完的先生又開始大罵酒瘋 對遠景叫囂 用髒話辱罵 煩惱是酒駕丈夫在一旁勸說 但女子越來越誇張 甚至還爬到了警車的車窗上 大罵遠景說他們太不盡人情 遠景被提救抓 我沒找不到 他沒找不到 他沒找到 他沒找到車窗子 你要找不到 跨坐在我們駕駛座的 就是車窗的中間 就是整個人巴在那邊 那我們給他抓 要給他制止 他也不下來 將當街大罰酒瘋 讓遠景相當傻眼 只能把兩人帶回警局 雖然事後酒醒了很抱歉 但兩人還是被警方 依照妨礙公務罪和公共危險罪 被移送法辦 記得朱賢明 台中報導